蓝姐第一不住二手房 第二呢不要二手货 第三呢就是别人的货蓝姐连想都不想 所以呢别拿这个来跟蓝姐开玩笑 蓝姐第一不住二手房 第二呢不要二手货 第三呢就是别人的货蓝姐连想都不想 所以呢别拿这个来跟蓝姐开玩笑 来了一个大臭虫 大臭虫呀大臭虫 有什么不敢公开的 那臭虫上身了蓝姐啪就给他弹了 张蓝爱逢张盈盈是臭虫 王小飞不忍反击了 你宝宝 你宝贝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一咒十年旺 你越咒别人人家越旺 王小飞嘴景无安旺旺 多亏妈妈张蓝威武 权力护航的蓝姐 对于儿子被执疑 和小14岁的女性张盈盈 一起去夜店喝酒 爬山海南岛过年 爱的夜餐 同居一概否认 刚刚看了一个新闻 说我们和这个什么什么 一起来度假 我觉得都是天大的笑话 我跟儿子做人做事 不是那么龌龊 也不是那么缺德 没底线的人 所以呢 那些造谣诽谤的 蓝姐奉献你一句 要尊敬手法 不要误导别人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蓝姐还在直播暗直 张盈盈跟王小飞不配呢 哎 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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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配合不配 沾边都不能沾边 你知道吗 臭虫一个 臭虫一个 有什么不敢公开的 那臭虫上身了 蓝姐 就得弹了 嗯 有什么可不敢公开的 真是要一个好女人 有什么不敢公开的 老伴 啊 撑的 你们都 小黑粉 谁告你的同居了 谁告你的 呃 一个正常的人 愿意家里招臭虫吗 宝贝 没有吧 家里谁吃饱成的 跟我使个浪同居啊 啊 您别无事生非 您别那个 啊 真是 真八卦 嗯 好吗 啊 不管男生女生啊 呃 男生呢 找媳妇呢 第一标准就是善良 嗯 女生呢 找男朋友 找找老公呢 第一的就是要有责任 有担当 嗯 这是最起码的啊 如果不善良 其他的都甭弹 拦截战力输出 剧情啊 就像八点档一路死下去 但是啊 不止张颖颖放锤 心软不代表好欺负 儿子也端出番外篇 哎呀 拦截这下脸都肿了 我们不要对任何人进行人身攻击 我觉得特别不好 那个谁谁谁 所说的所有东西 不代表我的想法 不代表我的那个 羽衣 太不香了 性格太不香了 嗯 我是巨蟹做的 和那种 就张口就来 张嘴就来的人 太不香了 我觉得 我们俩长得像吗 太不香了